绿色补给箱是军事装备补给箱里面的话经常可以开出一些枪械以及子弹等道具 而白色补给箱就是医疗物品补给箱可以开出甲板以及是治疗道具包括是医疗包等道具 黄色补给箱呢就比较的均衡可以开出武器也可以开出各式各样的食物 最近呢老师收到很多这样子的评论小软什么时候更新国际版 哎这个小软呀他肯定是忘了国际版了 甚至都有老玩家来催根了 不是说我不更新啊就比如说看看上期果就本来点赞量吧 已经五千了 那这个理由的话确实得换一换了兄弟们 好既然大家这么给你小软的话肯定不会辜负大家的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了一个超级好玩的生存整合包 没错名字呢就是最后一人可以在苦力派轮坛上面直接找到 之前的话小软玩的实况也就是这款模组 拥有枪械装备以及武器的生存系列 并且的话还是城市地图 超级适合和小伙伴一起联机玩耍 一进来就会给我们很多的东西 这些的话都是生存所必备的 有枪械有装备有食物有水还有近战武器还有子弹 从幸存者基点里面出来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大变样了 整个城市都是死记成城变成了一座废墟 另外在城市里面还会刷新非常多的敌对生物 也就是这些僵尸之类的 我们作为幸存者肯定不会放弃治疗的 需要拿起手中的武器 枪切和他们对抗生存下去 同时这个整个包呢也新增了水分系统的催缩 我们不仅要找食物 而且都还需要找到水 不宜大大的奇葛类游戏的玩法和真实性 想要更好的生存下去 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探险以及发现 来获取房子里面的这些物资 另外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幸存者 生存模式下也会刷新幸存者的 幸存者也分两种阵营 一种是有好的幸存者 他们呢不会主动攻击我们 通常呢他们会手持各式各样的近战武器来攻击僵尸 一句话总结 就是我们不打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战友 而另一个阵营的邪恶幸存者 他们呢就不一样了 会去主动攻击其他的幸存者以及我们 当然邪恶幸存者在有僵尸的情况下 他们也会去主动攻击僵尸 而不是攻击我们 那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出于漠视之下 你会去帮助更多的人 还是自己狗活呢 相信很多的人都会选择帮助别人吧 回答正题 生存模式下呢可以开到武器装备 另外呢枪械也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获取的 另外枪械换弹也是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把对应的弹夹放在我们的副手 就可以开始换弹了 另外为了还原正视性 我们在被僵尸击中的时候呢 有概率啊感染病毒 会有一个持续的饥饿效果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自己打上一针 长按地面啊就可以给他使用了 另外喜欢在生存模式下 大跳的效果要注意了 这个里面呢还会断腿的哟 断腿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一个缓慢效果 非常容易被僵尸追上 断腿之后呢我们需要用到手中的甲板进行修复 还有哈在生存模式下呢 也会刷新非常多的补给箱 这个补给箱里面呢会开出各式的东西 绿色补给箱是军事装备补给箱 里面的话经常可以开出一些枪械以及子弹等道具 而白色补给箱就是医疗物品补给箱 可以开出甲板以及是治疗道具 包括是医疗包等道具 黄色补给箱呢就比较均衡 可以开出武器 也可以开出各式各样的食物出来 玩法呢就给他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地图不给力 也可以自己加入一张 末世城市风格的地图出来 在末世之下教训自己的小伙伴 来一场城市求生 将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这个魔术整合包呢 小伙很早以前就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之前啊一直以小伙伴问 有没有这种末世生存的 整合包系列还是手机版的 这不今天不就给你们带来了吗 你们该干嘛 不用小伙多说吧 这张城市的地图呢 也是可以在苦力派论坛里面 找到的名字呢 也给你们 你们自己加上一个 沃克计划的模组 就可以来一场末世求生了 最后喜欢下段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